德國外商部長貝爾伯克 28日在下院聯邦議員表示 中國固然是合作夥伴 但更多的是轉變為系統性對手 強調德國不能對台灣的緊張局勢 視若無睹 軍事升級不可接受 這也會大規模助動德國經濟利益 美國紐約是29日降下破紀錄的雨量 導致排雪系統不堪負荷 洪水淹蓄街道 地下市與學校 並癱瘓這座美國金融中心的部分地鐵與機場 紐約州長宣布紐約市進入緊急狀態 俄羅斯去年藉由演習在烏克蘭邊境駐紮兵力 美國對此警告俄軍有可能入侵後 普丁果然大舉回兵進攻 如今類似的情況在塞爾維亞中演 白宮透露該國軍隊在科索沃邊境 展開前所未有的集結 南非國家新巴威首都哈拉雷以西 100公里的切古圖 29日上午一處金礦坑發生坍塌事故 造成6人死亡 15人受困 目前事故起因仍在調查 新唐雅開電視綜合報導 展開電視綜合 新唐雅開電視綜合